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推动104年奖励地方政府强化食安市版计划 彰化县政府教育处以校园新主张参参优质 实在有健康食安管理计划 打败六都赢得拔尖典范校园食安管理业务组全国第一名 今年来一连串发生重大的食安事件 不仅打击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重创政府的形象 同时对食品民生产业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 为了有效提升食品安全 在104年1月启动彰化食安行动面 希望能够达到打击黑心食品 重建食品产业秩序 恢复消费者的信息 餐餐优质实在有健康计划 包含了成立跨域沟通平台 建立食品安全防护网 整合人力 提升专业智能 及提升营养品质 与食欲发展 等四大策略 全方位管理制度 来为食安把关 餐餐优质 实在有健康 那它的特点是 我们希望每个孩子 在每一次的午餐 都能够得到足够营养 还有最好的卫生 透过校园食安管理计划的推动 彰化县扎根县内所辖所有学校 进行统一的管理 不预警地针对每所学校的 卫生环境与食材来源进行考评 让学生都能获得最安全的午餐 大成国小就是午餐考核特优学校之一 国小幼儿这个阶段 应该是他们均能发展 那你要均能发展 首先当然要吃得好 那你吃不好 第一个你没有把关的话 怕食物重度 第二个你没有把关 这个菜色营养不均衡 所以各小朋友不好 在网络上 设置线上菜单审查系统 安排专业营养师 协助各校审查菜单 也利用营养教育课程 午餐广播带 学校午餐与幼儿点心食谱等 维护学童营养与饮食健康 营养设计的部分 我们是依据教育部的 午餐食物内容 及营养基准去设计 那小孩子就是 可以去多接触这些食物 常吃的话 他以后长大 他就是会习惯这种食物 这是一个就是习惯 营养成他的健康习惯 他以后长大就是会这样子吃 一就是豆鱼肉蛋内 然后二就是蔬菜 然后三是犬骨跟筋内 所以这样是一餐的比例三二 透过中央建制的食材登陆平台 家长可以透过平台 查询到小孩今天午餐菜色 食材的来源 其餐点的热量与营养 让家长能够放心地 让小孩子吃学校打理的午餐 鼓励学校使用彰化在地农产 不但食的安全受到保障 也同时推广彰化在地农产品 成功让彰化县得以获得104年 奖励地方政府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 试办计划 校园食安管理业务组 第一名之殊荣 我们的成绩很卓越 最主要就是 透过我们花局处的协力 合作共同管理食安 展现幸福的团队实力 此次评比颁发了 7,450万元的奖金 也将全数投入本县 食安管理相关的业务 让食品安全再升级 真的非常高兴 为我们彰化县的孩子 能够打拼 得到校园食安拔尖计划这样的首奖 那我觉得要感谢我们基层的老师 为我们孩子每一天的武昌 在努力 在打拼 我希望这一次的得奖 只是一个开始 在这一次的得奖经验里面 累积更宝贵的这个智能 奠定孩子以后健康的基础 透过多元饮食教育宣导 及家长共同参与 让食安观念能够深入每个家庭 让学生从小重视健康观念 与食安问题 学校那时候就是强调说 给孩子吃健康的点心 那能够做无添加香精 一些色素的面包 给孩子吃最健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那刚好有时间就来参加了 未来 张华县政府也将持续为校园食安做把关 持续努力造福下一代 那我们的愿景就是说 希望他们在学校里面 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 那实在很安心 共同为我们的孩子 导致一个营养康庄的大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